在一般情况下 中国画都是从右往左看的 但这并不是绝对的 前面视频《出景入壁图》中 就有一幅是从左往右看的画 今天咱们再聊一幅 是从两边往中间看的 敦煌壁画《鹿王本生图》 因为这幅画与佛经记载有满大出落的 我是画小二 今天就带您走进敦煌墨高窟的艺术世界 这幅《鹿王本生图》 是在墨高窟的第257库北魏时期的一组壁画 这个故事原型也被改编为动画片《九色鹿》 在2020年时 鹅厂也推出了《九色鹿》的皮肤 画面描绘的是 释迦牟尼前世是一个九色鹿 守护着恒河和森林的故事 这组画分为七个部分 分别是溺水人呼救 鹿王救人 溺水人谢恩 王后的欲望 溺水人高明 围捕鹿王 揭露溺水人 其中第123部分 位于画面的左侧 第456部分 位于画面的右侧 第7部分又回到了画面的中间 故事的干要是有一个叫调达的人 不小心掉到水里面去了 九色鹿就将他救起来 得救的调达是三寇九拜的 感谢鹿王的救命之恩 甘元为其做牛做马 九色鹿说 不用不用 只要你不向外人透露我的消息就OK了 调达发誓承诺不泄露关于九色鹿的任何消息 画面的右侧呢 是这个国家的王后 有天梦见了一头美丽的九色鹿 然后就撒娇麦呆的 要求国王把九色鹿给抓回来 要用鹿皮做外套 这个国王呢 经不住王后的哼哼唧唧 就悬赏关于九色鹿的踪迹 曾经的溺水人调达经不起荣花不归的诱惑 就一路小跑到了皇宫告了命 然后国王就带领了大部队前去狩猎九色鹿 当国王正要猎杀鹿王的时候 九色鹿义正言辞的告诉国王 他是如何如何的守护森林 那就落水的调达 而今呢 调达却恩将仇望 为了金钱背叛誓言 这国王听后呢 大为惭愧 并颁布了法令禁止伤害九色鹿 高密者调达呢 因为毒室的边线 身上长满了蓝窗 嘴里也散发了恶臭 也受到了人们的鄙气和唾骂 这个故事呢 有着深刻的佛理 就是人们的信念是无常的 在大圣百八明门论中 有关于心法 善性 恶性 无际性的三种说法 逆水者 获救 耿恩 是善念 面对重赏的诱惑呢 又转为恶念了 当面对救命恩人的驳斥呢 心生惭愧 又转为善念的开始 所以 他受到誓言惩罚的时候呢 脑袋后面还是有佛光的 包括国王也是一样的 环境的不同 善念 恶念 也是不同的 而实际上 在佛经的《初药经》第十四卷中 记载着是路亡常跪的故事 大概是路亡为了保护路群 跪下来祈求国王不要大规模的猎杀路群的故事 因此呢 在印度的巴尔胡特雕塑和我国的科兹尔石库里面 有表现路亡常跪的画面 用绘画较大的改动 经书原著的描述不是我们独有的 比如前面米开朗基罗创造亚当这期视频 原本上帝创造亚当后呢 向其鼻孔吹气赋予了生命 而米老头呢 改成两只手即将触碰的瞬间 成为了西方艺术的经典画面 而我们的老祖呢 改编也真实的记录了佛教传入我国本地化的一个过程 在遵循佛陀说法的同时 加入了个人的理解和想象 形成了特有的佛教艺术 另外你可能会疑惑了 怎么敦煌壁画的人物都是黑不垃圾 是不是描绘的飞漏人呢 其实不是了 这是因为当时的颜料中插了天 时间长了呢 就氧化变黑了 你看看这幅张大千临摹还原的 敦煌墨高窟壁画的菩萨像 这样看起来就是美美的了 张大千1941年在敦煌待了两年多 也临摹了这幅路往本生图 从最终效果上来看呢 这是个半成品 人物呢还没有填色完成 但布局和构图都遵照了原作 这种把故事的高潮部分放在画面的中间 也是佛教艺术礼佛的一个特征 让礼佛成为画面的主体 突出了要表达的佛法 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明明是第257括 为什么张大千在临摹路往本生图中的提拔写的是243括呢 还有你知道提拔中的进士来是什么意思吗 我是华晓二 点赞关注了解文化背后的故事